叶玉清一代性感女神 最近她大女儿胡芷欣 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亲身照 其中一张母女合照 让她再度的回到了我们的视线 我是三岁的月玉清保养得当 她和女儿手拿香槟庆祝 照片背景是他们家的古堡庄园的后花园 这是叶玉清和丈夫2004年 以540万美元 也就是成合人民币3831万的人民币 在纽约长岛购入的百年古堡庄园 古堡占地是16000平方英尺 约是1486平方米 相当于3.5个篮球场的大小了 共有11间房 配备室外及室内的泳池 高尔夫球场 私人饮院 以及儿女各有专门的庸人照顾 出差旅行有豪华的私人飞机来代步 一个字 豪 叶玉清的丈夫胡照明 是美籍华裔的企业家 2010年的时候 身家已经达到了80亿港元了 俩人育有子女三人 都是一等一的学霸 目前均在世界一流的学府读书 可以说从艳星到豪门贵妇 她不只是华丽转身 更成功地完成了阶层的跨越 不得不令人感叹一句 叶玉清真的很厉害 隶如90年代的美艳港星 她一定是不可忽略的一笔 当年她身穿黑色的紧身脸体衣 输着大波浪 凭借着一张靠在奔驰汽车边的 血针轰动全港 纳妙的身材 纯天然的脸型 令她的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种 最原始的性感 吐个烟圈 豪门阔态 黑帮大佬女人的范儿立刻就有了 随便的摆个pose 就是撩人的性感游户 跟王妃同台唱歌 弹幕也许会调侃那一年的王妃是作作文 却抵挡不住 叶玉清连声音都在勾人的诱惑感 咒所周知 叶玉清的家境是不错的 哥哥叶志明 看春世娱乐圈的商界枭雄 跟其他豪门公子大佬 只是玩排酒 动辄就是几百万 她是亚洲最大KTV录像带制作和声场商的 非图唱片公司的老板 培养过第一代的歌手张志玲 和她的前女友许秋怡 第二代歌手梁晏玲等等 偏偏对自个儿的亲妹妹 没有出过什么大力 坊间传闻 富豪哥哥跟乡下来的妹妹 没有什么感情 虽然不知真假吧 但叶玉清确实活得到 真不像个富家大小姐 25岁之前是没有穿过名牌的 一直都是穿球鞋 坐小巴上班 到26岁的时候 才拥有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好笑的是 叶玉清不习惯包包太硬太心了 想尽办法把包包弄旧 甚至是站在上面跳 就是为了把包包踩得扁平一些 后来的她才知道 名牌包包最值钱之处 就是因为她永远不变 吐气的不是包包 而是她自己 她很要强 凡是她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 非得闯出个名堂 因为当时富豪哥哥一门心思是捧梁彦玲的 叶玉清不想求大哥 便靠着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 入行契机是参选到亚姐 拿到了季军之后 紧接着就入到亚市拍了处女座 群方送 但之后演出资源一直都是很普通的 叶玉清根本就没有什么突破的机会 尤其那个时候 电视圈跟电影圈完全是天上地下 一个免费的电视媒介 一个则要付费买票 哥谁谁都想往电影圈发展 叶玉清当然也不例外了 但是机会不会白白的找上门 你要想红就得有噱头会自己制造话题 刚巧有杂志打电话来问她 要不要拍封面照 再多的封面都有 只要你肯暴露肯性感 叶玉清觉得这是个机会 既然做嘛 咱们就要做的彻底 反正呢她也不是第一个 以此为契机 她趁热打铁走上了拍三级片的这条路 接连呢就拍了情不自禁 我为轻狂 亲本家人 三部三级片 人气再上新台阶 就是这一三部三级片呢 让她顶了一辈子的印星的名号 可能有人会觉得 反正拖都拖了 拖一次跟拖十次也没有什么分别嘛 赶紧啊再就着这股劲儿头 然后继续捞钱赚人气啊 益玉清是没有的 她有计划 拍三级片呢 只是制造噱头的手段 目前呢达到就想要立刻撤退 绝不恋战 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她的母亲了 当时围绕着益玉清 有很多刺耳的声音 看不起她 拒绝跟她合作 说她污染娱乐圈 令娱乐圈蒙羞之类的话语 她自己倒没有什么 我又没有杀人犯火 对不对 读读是有一次 母亲给她打电话 说今天呢 我看到你有本书呀 好多人买呀 特别是很多男人去买 母亲虽然没有明说什么 但是玉玉清啊 却很难受 她告诉母亲 你相信我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放心 不会只到达这种程度的 玉玉清说到做到 学唱歌登台演出 演唱电影主题曲 在完全脱离了 露点的行列之后 正式发行了单曲 挡不住的风情 进军歌坛 与此同时 叶玉清也开始 尝试着演绎不同类型的电影了 古装喜剧 东城西旧 金逢片 盲女72小时 只要为你活一天 文艺片 天台的月光等等 大家关注的呀 终于不只是 叶玉清的身材了 还有她日渐成熟的表演 尤其是与梁家辉合作主演的 天台的月光 她在该片继续性感形象之余 展现了一个帅真有脑的 善良的女子 叶晓彤 温暖又可爱 这是她从影以来最好的电影之一 月清也因此一举的 获得了香港电影镜像奖 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隔年她主演 关锦鹏指导的电影 红玫瑰与白玫瑰 再次斩获到金马奖的 最佳女主角提名 出乎意料的是 不是那个风情万种的红玫瑰 她成了那一个 内敛清秀的白玫瑰 喜尽千华 美得更触动人心了 把脱下的衣服 一件件的穿上 她彻底的为自己 摘掉了脱星的帽子 换来了一番事业的新天地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正当红之际 一清闪电结婚 退出娱乐圈了 其实她是个对事业 没有太大野心的女人 很多时候呀 就是不服输 真正梦想的是 30岁之前 不在娱乐圈工作 可以结婚生子 过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她为自己精心寻找 这结婚的对象 标准很明确 不能比自己小 不能比自己穷 税局高官朱文康 新城台长罗敦李 以及拿督罗树生 都曾是她的备选 尤其是拿督罗树生 叶玉清毫不讳言 当时啊 她是最好的选择 俩人呢 也一度传出了婚讯 无奈对方隐瞒了 已婚的事实 叶玉清没有过多的纠缠 立刻结束了这段感情 后来遇到现任的丈夫 胡兆明 俩人是一见钟情啊 对方顾家 风趣幽默 也让叶玉清 非常的有好感 她恋爱不到一年 两个人就宣布结婚了 那一年 叶玉清29岁 提前半年实现了 推出娱乐圈的人生目标 这个时间点啊 卡的是非常的微妙 结婚头两年 她的日子其实很不好过 婆婆呀 本来就不太满意 她是明星 加上啊 有人把她拍过的三集片 拿给婆婆看 婆媳关系啊 是一度非常紧张的 一国他乡 没有工作 那段时间呢 叶玉清几乎是天天失眠 心情是郁郁寡欢 好在丈夫的牵持 闺蜜邱淑珍的开解 帮她走出了阴霾 而女儿胡芷欣的出生 也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原本紧张的婆媳关系 这之后啊 夫妻俩积极的投资 生意是越做越大 除了经营 食品批发和连锁超市 还涉足 银行界 航空界 地产界等领域 身家暴涨呀 玉清这个豪门扩泰 越做越稳 也许有人不知道 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 普遍流行这样的一种观点 一旦拍了三集片 你就这样了 第一 你是个脱星 你再也不能够拍什么大电影 第二 你不会找到好的归宿 能同时打破这两个规律的人 真的不多 但是 叶玉清做到了 纵然上半身是声色全马 为了红豁出了一切 但是她自始至终 知道自己要什么 有计划 有手段 一步步的朝着目标前进 你说我不行 我偏要做到 打死不走回头路 也许有些方法不可取 但不得不说 活得漂亮 也是一种本事 谢谢 谢谢呜 谢谢呜 感谢观看